眼神骗不了人,原来赵丽颖看吴亦凡和冯绍峰的眼神差这么多,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一个人的想法可以隐藏,但眼神却不会骗人,尤其是按一个的时候,最隐藏不住的就是眼神,刘诗诗和吴奇隆自恋爱开始,四爷的眼神里就满是温柔,结婚后两人只要在一起,就是黏在一起, 对方的眼睛里也只能看到对方,黄晓明真的是把杨颖当作公主宠,看杨颖这眼神一副吃定了你爱我的样子,两个女人同时站在张志玲身边,只有任勇怡傻傻地看着她笑,就像情斗初开始的我们,都说有些那儿在的地方,张杰的眼神从来都不会看向别处,名副其实的丁锡狂魔,眼睛里仿佛住着星星, 刘强东和张泽天的爱情虽然备受质疑,但两人却用实际行动打脸了多少人,张泽天看着刘强东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和崇拜,赵丽颖一直是一个向往爱情的小姑娘,从陈伟婷到吴亦凡,每个都CP感满满,但最终也只是朋友收场,最近和冯绍峰的绯闻又是满天飞, 但两人一个笑而不语,一个直接不回应,让诗瓜群众更加云里雾里,但是赵丽颖看向冯绍峰这眼神,是不是和张泽天的望夫眼如出一辙呢? 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,但不可否认的是赵丽颖已经三十岁了,到了该拥有幸福的年纪,无论她做出什么选择,只要幸福就好,你觉得银宝和冯绍峰配吗?